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 我们的下一代 不能对世界一无所知 因为我们不可以活在 不知道大陆和世界的台湾 在专家学者 都在大声疾呼 皆能减碳的现在 爱惜资源 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 但是在高雄市的南子区 最近却出现许多辆洗街车 在大雨天依然出任务 洗街 不断的在浪费珍贵的水资源 大家要知道 一辆洗街车里面 就有52吨的水 如果把它拿来泡牛奶 也就是泡奶奶 就可以泡52万杯 如果拿来洗车 也可以让2000辆的车子 洗得干干净净 如果拿来酿酒 就算是酒量很好的纳豆 一万个纳豆 也可以把它灌得很醉 你帮我喝醉 你帮我奶奶 还是我手可不 这个就不要再加了 因为毕竟洗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但是高雄市政府 却选择让这辆洗街车 在大雨天的夜里 继续的出任务 继续的洗街道 明明下雨天 雨水就可以把街道 冲得干干净净 但是这几辆洗街车 还是洗得跟真的一样 台湾的水库会越来越干 世界的淡水会越来越少 这都是高雄的这两台洗街车害的 到最后大家会只剩下一种水可以喝 那就是互相谩骂的口水 如果这两台洗街车继续的浪费水 那就是与地球为敌 也就是与我沉稳倩为敌 更是与呜呜 呜呜不能再打她的谈 因为喜欢宠物的朋友有上网说 这样打她的头太可怜了 我不能够与全国的 爱宠物的网友为敌 我只能够 打我的头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文倩的正负三渡西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